最后你将在究竟本质的不喜之流中 达到自在的状态 每一天你都要去检查 自己应用教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你多长能够控制你的心 以及你有多少次落入负面情绪的控制 如此检视你的近战 将有助于减少你对今生俗物的执着 增长对教法的信心 如果无法掌控自己的心 那么即使已经研习众多经典 遇见众多上师 对你也没有真正的帮助 慈心的力量 在大乘之中 除了利益众生之外 因此 不要让你协助他人的盔甲变得太小 菩萨修行的本质与精髓 在于超越我之 彻底奉献自己来服务他人 此一修行是以你的心为基础 而不是以外显的行为为基础 真正的不失是了无执着 真正的持戒是了无贪欲 真正的忍辱是了无嗔恨 最上说着甜言蜜语 但没有帮助他人发心 那么甜言蜜语是毫无疑忆的 菩萨用语言带领人们走上解脱道 起先他或他会说一些 令人们感到快乐的事情和故事 来开启他们的心 然后逐渐地 善巧地介绍佛法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只香 这一只香点在上面供养玉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只香 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严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咽共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请求清静的诺鸣 恨不忘是菩提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求清静的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能抓到鱼吗 我们还在等着要吃烤鱼呢 再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能抓到鱼的 怎么样 有没有抓到鱼啊 网子很重 这一次一定有抓到 快看看是什么 一定是抓到鱼了 我看 说不定是水草吧 原来是青蛙 青蛙又不能吃 我就说嘛 等你抓到鱼 我们的肚子都饿扁了 我先把青蛙丢掉 再去抓鱼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鱼 别丢掉 其实青蛙更好吃 你说什么 青蛙也能吃 吃青蛙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青蛙真的很好吃 不信的话 我煮给你们吃吃看 啊 小时候 我会把抓到的青蛙放进热锅里炒来吃 哎呀 说到这里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炒青蛙的味道真是令人难忘啊 是吗 我从来没有吃过青蛙 我看这样吧 我们抓些青蛙回去 我做到炒青蛙 让你尝尝看 嗯 我不太想吃 如果你想吃的话 就抓些回去煮吧 爱吃青蛙的红先生 立刻脱下鞋子 挽起裤管 跑进河里去抓青蛙 别想跑 我看你往哪逃 哎呀 哈哈 抓到了 这只青蛙好肥呀 当天晚上 红先生就将青蛙煮完吃 嗯 好香啊 小冬 你真的不想吃吗 谢了 我不想吃 小冬啊 我看你对待青蛙的方式 实在是太残忍了 这样不太好吧 会遭到报应的 啊 没事的 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青蛙的 结果 我还是好好的 哇 这青蛙肉 真香啊 然而 隔天一早 刚睡醒的红先生 突然双脚抽筋 不断抽搐 痛到无法从床上坐起来 好痛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脚怎么了 哎哟 哎哟 是小红的叫声 小红 你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一早起来 我的脚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你应该是抽筋了 我来帮你揉一揉吧 小冬帮小红按摩了大约半个小时后 他才能勉强坐了起来 真奇怪 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抽筋呢 从此以后 红先生的双脚常常抽筋 他的腿又硬又痛 根本没办法行动自如 紧急的时候 甚至还要坐救护车到医院打针吃药 这个怪病一直困扰着红先生 使他感到焦虑不安 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 因为害怕抽筋会在大家面前出窮 所以红先生不敢出远门 上班也经常请假 唉 小红 你在吗 小红 这位师兄一直学佛行善 他听了你的经历后 认为可以帮你治好脚的问题 真的吗 快请进 唉 我的脚看了好多医生 试了好多方法 可都是医不好 不知师兄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双脚复原啊 红先生 你的脚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孽造成的 想要让病情好转 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听说你很喜欢吃青蛙 你要知道 杀生的果报可是非常严重的 你的身体情况是遭到了果报 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你应该从现在开始诚心地为你过去的罪业忏悔 并多做一些放生复生的善事 这时候 红先生才明白 杀生的果报是多么的可怕 不仅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还要忍受治疗时的痛苦 更让家人担心受怕 这影响实在太大了 师兄 非常感谢您今天告诉我这么多的善知识 听了以后 我才知道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竟然如此罪孽深重 从今以后 我会跟着你一起学佛 一起放生 希望佛祖能够原谅我 从那之后 红先生便开始念佛诵经 施宿放生 红先生 最近好吗 师兄 我自从接触佛法以后 不知不觉便产生了欢喜心 慈悲心 看到别人成功和开心时 不但不会感到嫉妒 还会替别人感到高兴 看见别人伤心或不如意 心里就会想要帮助他们 见到动物不会再有杀生的念头 也更能用真诚的心去对待别人 而且我的脚也很少抽筋了 啊 这便是佛法的妙处 作恶终究会受到果报 而行善也必将取得善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